中軍班 莊嚴德護衛 中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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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 蘇南無蘇甄 蘇甄都拍跨名 镇头是台湾地区常见的传统民俗记忆 而如今许多镇头都加入了现代元素 改变了表演的形式 今天我们来到胡卫镇的安西社区 探寻当地传统的镇头 中军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中军班的发源地安西里 这里就是安西里里长的办公室 好 现在我们要继续去访问我们的蔡潮中里长 好 完全立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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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进去 中军班 中军班 维宇宁地区拥有百年历史 目前唯一缩果仅存的民俗记忆唱班队伍 目前共有33名成员 各自携带特殊刑具装备 于美颜农历四月 六房妈祖过炉烙尽祭典时 作为六房妈祖的前导护尾 中军班 中军班的守护对象 六房天上圣母 六房妈祖是台湾民间的传统信仰 而不同地区又衍生出不同的分支 其中六房妈祖为云云地区特有的信奉对象 究竟六房妈祖有什么特别的呢 以前大家听到最有大甲大甲 还有那个白沙顿妈 那我们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 六房妈祖 因为它是我们全国呢 三个不同宗教的每年都会做的最大的节情 那我们那个六房妈祖呢 最特殊就是我们 因为他们大甲妈跟白沙顿妈 没有个中军班在中间 六房妈祖为云云县斗六市 斗南镇 不卫镇 土窟镇 大皮乡 一代协议轮流奉私的妈祖身上 而其中一房已经失联 如今只剩下五房轮值了 我妈祖母 他没骨镇的人 他没骨镇的人 没骨镇的人 他就会轮流到 人家的到了 火会 到了 然后 过来大大大 所以他们过来 就是在轮流 他没骨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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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房妈祖 与其他神明不同 他并没有固定的庙宇居住 而是由每年的炉主 出自架设鸿潭 作为六房妈祖该年的居所 老婆妈祖 他以前有叫来说 如果没有中间班做的 他不给他们 搶回来 不给他们搶回来 所以他 老婆妈很注重这个中间班 他中间班 但是 最后 走到最后 最壮严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来 中军班的故乡 安西里 在台湾 雲宁县 胡卫镇 安西里这个社区 是中军班成员的所在地 安西里除了有中军班 这个特别的镇头文化外 社区大多数的居民 是以务农为主 说到这个产业 除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呢 这么美呢 以外呢 那我们在我们的产业方面 所以 非常非常 也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大部分的产业 比如说花生 另外是稻米 然后 就是玉米 就是我们这个地域 地域 汪南都是最大的产业 那我们安西里也是一次 做三种产业 那然后呢 我们现在安西里 又慢慢的 将有一个 有现在目前的 就栽培兰花的 栽培兰花的 栽培兰花的 在栽培兰花的 现在有一个 有三个 有三个地方来 在栽培兰花 还有那个 有 有其实那个 密封 AUDIO 密封士的那个 み蜂 那不是 他是做那个 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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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香蜌蜥 現在我們現在也都在重做旁邊 有那個運動會在 給大家重做旁邊再做 走進安西社區中的中正國小 我們發現學校內有生態教育園區 焦紫桃 水資源在利用等等 校園創意的美化及綠化 社區內也有廟宇以及活動中心 提供社區居民聚集與交流的場所 里長推行的無焉 無鼻狼社區 用心營造安西社區這個美好的環境 不過 安西裡真的就是中軍班的發源地嗎 讓我們來問問里長吧 這個其實中軍班 因為我都要追究它的歷史 中軍班它原本它是在 我問起來是以前的老一輩子告訴我們 它在中文它是唐朝的唐太宗的時候 唐太宗的時候它要能夠掰軟的 它只有三教 本都熄了 那就是國人家 就說這幾天 它是一個祖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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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師 然後祖師的祖師的祖師的祖師 然後祖師的祖師的祖師的祖師 因為他宗教是代表皇帝的四位 然後我們中軍班已經有百人歷史了 民國一百人 我們就一百人 我們在民國原來創立了 在創立的以前我們傳過到這邊來 就是貴蚊子 貴蚊子一定傳過 貴蚊子就是頂世裡那邊 那要傳過來的鎮頭 那我們就傳過來我們就保守現在 保守到現在 以前朵蘭也有中軍班 但是他人是比我們少的 我們是三十幾位 他們二十幾位 然後他呢 他在二十幾年前也解散了 就沒有了 就人是再少就解散了 所以我們以前在換地 就是在貴蚊子團隊 然後以前慢慢貴蚊子沒有 那我們還是存在 那去年就一百人歷史了 中軍班之主帥介紹 中軍班全隊三十三人當中 主帥為最威武的角色 服裝也最為特殊 主帥身穿戰袍 頭戴戰盔帽 手持黃色的令旗 口中念著口訣 為六房媽祖開路引導 我們穿著戰袍的時候 第一步驟穿上下肥肩 下肥肩 下肥肩 後脑稻的 好 下肥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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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squats 為了節省,要輸煎 本來要扣子 這樣扣子扣得整齊 這樣扣子扣,要整齊 然後,我們頭筋啦 這是頭筋 然後,再來我們下圍巾 這樣就要直接 這樣就要再帶 冒龜啦 這樣就要完成 完成 完成 很穿重 中軍班的主帥 是不是很威武帥氣啊 接下來我們訪問了里長 他加入中軍班成為主帥的故事 我加入中軍班 到目前已經40年了 40年了 在那時候也是因緣際會 因緣際會 因為 我們老一輩子 我的角色的主帥 他以前 他那時候已經差不多八十 八十歲了 他就有一天 他也不曾經來過 我的家啦 但那天我說 我也不曉得怎麼會到我家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他在介紹中軍班 是 所有的鎮頭 就是最好的鎮頭 因為他在講 他介紹中軍班 他的內 他的情緒 讓我們覺得 感到非常的 產生興趣 因為他什麼 他為什麼 他強調說 所有鎮頭 最好的鎮頭 比沒任何的鎮頭 都不會比中軍班還好 那時候呢 我覺得說 奇怪 那中軍班 我所了解 中軍班 不是會帶著很熱鬧的氣氛 不是像八十這樣 烏冠 就是要表演的方式 表演得很熱鬧 但是中軍班 我覺得好像沒有 除了那主帥 他本身 他比較有 有來頭 本來叫做中軍班 我也 不是說 整天說要去 特別要去住一家人 因為他 老前輩 他總到我家裡了 我在一邊工作 他就 給老前輩在旁邊做 他就在那邊講故事 然後我說一邊工作 一邊聽他講故事 講過去中軍班的故事 然後呢 他就 我才慢慢慢慢地 接受到他 老前輩的 那種中軍班的情形 後來呢 後來我就 我也沒有一口氣 答應他 好啦 那麼這麼好 你就這樣那口訣 口訣傳授給我 讓我去記起來 然後這樣如果 如果行的話 我才是家族人 就是這樣 中軍班之器物介紹 中軍班33人 共持有14種不同的器物 大多數為古代刑罰的工具 各有其代表的意義 黑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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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在這邊是 以前當黑 去年毒族的時候 音的多出來的 所以放在裡面 沒有掛出去 本來他在掛 他是正式的 掛在毒族的 外面的那个牧者前面的外面 因为令其他人是在号召他的 比如说如果是麻族 他就号召他的兵将 那如果那个翁牙公 那翁牙翁牙公他就在 也是在代表着在号召他的兵将 司令他的兵将 是这样 因为竹竹就要选比较老 比较成熟的竹竹 然后要选比较大胖胃 大胖胃 然后就在那个明天 要出床出床的时候 那今天准备他出床准备好 那黑令旗全部把他准备好 那准备有点出床的时候 才能参与 黑令旗为中军班的开路先锋 也是所有器物当中最长的器物 哨叫 都有 出床但是我 类似说有麻族前头 就是麻族到那里 那些 那些 要把双子 扇我双子 把麻族搅拳 中军班共设有 绍脚手六人 于各重要路口吹响 用以告知人们及警告鬼怪 六方妈祖的到来 龙虎骑 现在剩官的主帅 以抢饭后 以抢饭后我们就要讲 十一场 然后两生短 总共四三生 我们作用是这样 然后就要买 平常的时候 你如果说 新兵处理络境 遇到马路路火的话 我们也是要这个工作出来 这个作用是这样 我会那个是主帅 主帅那个角色 然后一直传 然后传给那个我们地长 然后我就换拿这个 像我们这个时候 以前有时候从国小的时候 有时候跟他们出去走 就他们周旋旁在前面 就跟在旁边 我们也是正常手啊 也是拿东西正常手啊 就是如果个子小的话 就拿比较小样的 没有拿这个 这个是踏的 才有办法拿个 这个最累的 龙虎骑 一面为龙 一面为虎 配上一只大螺 敲响时 声势凌人 威风八面 火牌 火牌 那时候有可能 你说的是 以前说 他有穿的那种 意思是 你穿的那种 他一直在说 以前人家在钓返鱼 同样 意思是钓返鱼 就是说 龙白龙 你穿的那种就对了 像我们那种 蛤蛤蛤蛤 那时候 意思是说 雷虎骑 雷虎 雷虎 火牌 为殷曹地府 判刑时 所使用的令牌 黎先生表示 使用得当的话 将有极大的威力 虎头牌 黑龙脱 鱼 黑龙 金六 知不知道 你 别的 但是 烹鱼 才算 这些老浅 以前案件 一般人 火牌 火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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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以前的火牽 火牽叫做集集火集營 集集輪 以前要騎前線要通知 通知最前線 或者說要有什麼任務要聯絡 他就拿火牽 他就騎馬帶著火牽馬 快點打到前方 後來要調動 比如說這個任務 這個地方的族行任務 要調動 那就拿著集火來 火牽 以前說火牽 前到那個目的地 去傳令 讓他們 後面以前要調動 你們到哪裡去 或者要調回來 要什麼 做火牽 那火牽 去了 怎麼還沒回來 還是 奇怪都沒有動作 那火頭牌 也是 再下打過去 你還沒有動 還不曉得火牽到壓力 都沒有動作 那麼 然後第二排的火頭牌 在下令 在下令 然後在下令 去那邊定要會 不曉得的話 差不多 你沒有沒有 就像說 已經 毀旨了 好像皇帝或者主帥命令的 你都沒有去打成這樣 那可能就 抓來砍頭了 這是一個命令 木棍 木棍 我們是 抓這個棍 我們算是 它的就是 萬不易 如果有這種 比較 比較 比較壞 我們 有 腳靠 腳靠 手靠 然後 走這個棍 然後 去那個 我們這個 以前說 是說 日本時代說 是說出錯了 所以 我們這個東西 就是 現在 油股不一樣 現在是 算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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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就是出力 有 有這種 腳壓 有壓性 這種無限的 東西 我們可以把 護照 插進這個 啦 我們 說 口味說 我們這個 整個 旁邊的手勞到這裡 已經是 一百年了 是 喔 有這個 很大 但是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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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都轉不開 喔 這個 就算是 我們這點 有意義 木棍 除了使用來 驅趕鬼怪外 也可以在 主帥做法時 用來 隔離人群 避免信眾 誤闖入正中 板 壁 算我像這樣 反對 有的沒有 就要用性 還是怎樣 尤其是 在中分班的時候 在 宿船 在我腦袋裡 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 叫我 像這樣 腳 對 你說它 是用性的 用性的 沒有 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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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那個 部長 都在那裡 從那裡 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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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跟班伯 班伯就 以前他都 打個 除了棍子 還有一個 比比 叫班伯 就是 就是 那個 在 在執行 審判的時候 兩旁都有 排起來 抓班伯 抓不均 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 審判 要包七天 對 旁邊那邊 就有些 出行人員 有人不怪 就打他屁 對對 中軍班 隊伍中修的 板伯 有長的 也有短的 不過使用上 並無差異 都是用來刑罰犯人的器具 藤條 好 就是 加入 就是 有一幾千輩 都 往生 還是 都沒有辦法 再走 要 年輕一點 再接下去 就是這樣 就 你當初也就是 因為 他這條前輩 就 對對對 他走 走路 走不動 還是他生病 沒辦法 就 接接他的位置 小時候 長輩用來打手心的藤條 在中軍班的隊伍中 則是用來驅趕鬼怪 避邪的器物 麻繩與鐵鍊 現在 駕駛駛鑣了 還不太遠 要緊 ed 樂於群 身材 平常 舌頭 披荷 鴨駛 麻繩及鐵鏈都是用來捆綁押送犯人的器物 火牌判刑之後再利用麻繩鐵鏈捆綁 並使用木棍板壁執行刑法 手銬與腳銬 我們是屬於古代人團友 因為我是少不了解的 因為這種手法是 我們說的 說我們代表 我們說有一點 比較有問題是你們有疼的 就是在那裡 什麼光臉罩 把那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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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我復兆 復兆的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無形的 我們也沒看 是民間到 那裡 我們是代表 我們是代表 我們不要給人家 因為這就是這個 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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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銬腳銬可以用來 扣住犯人手腳 防止犯人逃跑 對於賀族鬼怪也十分有效 也可以用來避鞋 蟹籃火炮 這隻手銬 蟹籃火炮 這… 這隻手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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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用 用了 用了 到… 刷出來 最小時候 刷出來 都… 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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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呢 我如果要請問我都會 走有出、有量 來 就像這樣搶班搶完 幫忙 就是要用這種泡 這個就走有出、有量 走有夠 走有夠 放出那裡還有三個 這個放就是 去廟 上去搶班 有去廟 去搶一搶的 算是這麼刮一刮 那些 蟹蘭 原自台語 所攜帶的火炮 施放時可以虛肝鬼怪 為六房媽祖開路 中軍班之 趣文與禁忌 其實 中軍班戶的對象 不只是神 也包含人們 他們在神明面前 保護信眾們 避免信眾 觸犯禁忌 那禁忌呢 在執行的時候 在四號命令的時候 你就不能 串火 不能從前面 後面 還是從中間的 串過去 都不行 串過去 因為 這是 如果 剛好 碰到 那個時間 時辰 剛好 碰到 降下來 那時候就 換季 小窗 換窗 以前 我 以前老一輩子 就 曾經遇上 那 故人家 那 懷孕 那剛好 跑過去 剛好在執行 然後就倒下去 那個 流產 你看這個 現在 以前老一輩子 就 碰上 還有剛好 碰上 剛好跑過去 讓他遇上 就倒下去 你看 就是 以前是 流產的叫做 這種情形發生 我 在搶班的時間 有人 小孩 不知道 怎樣 拆這個 去 那種 生命 騎馬 剛才去 打到 就這樣 所以 我們 在做的時間 這個 中間也不能 這個 中間也不能 放棄 還不能 剛才 我 第一張 要搶班的時間 過程 有一支 靈體 拆在那裡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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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旁邊都不可以 坐在那裡 這樣也不可以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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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章也和我們 談到 以前媽祖 顯靈的故事 其實 在最有趣的是 去我們的 我 從我們 剛剛 這時候那邊 開始 曲員開始講曲 因為老一輩子 他告訴我們 我們中軍班 第一人 第一次 前往北港 馬祖的時候 他沒回來 因為 都是用走路到北港 請馬祖回來 但在回來的時候 已經 都沒 以前 路都 石頭 沒有瀑布油 都是石頭 而且 那 大樹 樹木 都很 隱密 很隱密 然後都沒有 那時候也沒有夜光 都沒有 沒有 沒有看到路可以走 回來都沒有 看到路可以走 可是 但忽然 忽然 忽然兩邊 兩邊 那路的旁邊 好像 光 非常光 好像在 然後 一人老一輩子告訴我 那種的火燒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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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非常照亮 讓他們 讓我們中軍班 走回來 請馬祖走回來 那是非常 那時候 大家真的 哇不可思議 為什麼 那麼這麼 這麼神奇 這麼神奇 最後 黎江也希望中軍班 這個在地文化 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你不可思議 就像不可思議 那些人 走 這次 你不會 發生 你不可思議 你不可思議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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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